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三 三十 数字之间都相差七耶 月历上星期一的日期 五 十二 十九 二十六 数字之间也都相差七耶 因为一星期有七天 所以同一直排的上下列数字才会相差七 月历上八月五日的左边是四 右边是六 八月五日左右两边的数字都和五相差一 因为在月历横列上的数字 是一天一天地在变化着 所以数字才会出现多一和少一 月历上数字的排列规律真有趣 下图是一个老旧的月历 许多的日期都被重施掉了 请问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星期几 答案为四 星期五 解题说明 一 月历上同一直排的上下列数字相差七 二 在月历横列上的数字是一天一天地增加 那我们先去买八月十六日回台北的车票吧 七车三十二号 七车三十四号 七车三十六号 咦 我们的座位被分散开来了 还好 我们都在第七车厢 别着急 我们先观察一下列车的座位表 看看纵向和横向的座位号码排列有什么规律 我发现列车的座位表每四个数字排成一列 两个单号坐在左边 两个双号坐在右边 它们之间隔了一个走道 三十二号 三十四号和三十六号都是双号 所以我们的座位都在右边 我发现右边靠走道的号码 四 八 十二 十六 二十 它们都是四的倍数 四等于四乘以一 八等于四乘以二 十二等于四乘以三 车票的座位号码三十二和三十六都是四的倍数 三十二等于四乘以八 三十六等于四乘以九 它们都是在右边靠走道的位置 三十二号的座位在三十六号的前面 那车票三十四号的座位在哪呢 座位号码是依照左边靠窗 右边靠窗 左边靠走道和右边靠走道的顺序排列 右边靠窗的号码是 二 六 十 十四 十八 它们都是比左边数字少二的数 二等于四减二 六等于八减二 十等于十二减二 车票三十四号的座位一定是在右边靠窗的位置 因为三十四比三十六少二 所以三十四号和三十六号坐在一起哦 你们真是太棒了 奶奶决定跟着狐狸猫们一起回台北 奶奶的车票号码是汽车二十九号 她的座位是在靠窗户还是靠走道的位置 一 靠窗户 二 靠走道 答案为一 解答说明 一 二十九是单号 二十九号的座位在左边 二 号码一 五 九 十三 座位在靠窗的位置 同意直排的前后数字相差四 三 二十九等于二十一加四加四 所以二十九号的座位靠窗户 右表是二零二三年五月的月历 把月历中直排的每一个数字除以七 它的余数是不是正好等于星期几 想想看你有没有快速算出五月几日是星期几的办法 解答 一 把月历中直排的每一个数字分别除以七 它的余数正好等于星期几 二 月历中直排的数字如果是七的倍数 这一天一定是星期日